是我 你哪位啊 医院呢 你说什么 我妈出车祸了 真的假的 行行行我知道了 杉杉 医院那边打电话说 我妈出车祸了 骗人的嘛 你妈一个人在农村出什么车祸呀 这说的也是啊 不过 我看这电话 不像是骗子 哎呀管他骗子不骗子 咱们也不去 出车祸也不去 那不去让我妈一个人在那 行不行啊 有什么不行的呀 你去了给他交易药费啊 我再不想交呢 不过 话又说回来了 我听电话里面说 我妈应该挺严重的 你说 她万一走了怎么办 不行 咱们还是得去一趟 他如果快走了 咱们得让他立个遗嘱啊 你说的对啊 要不然他的财产 落到别人手里可怎么办 那走 到医院看看去 你说这老太婆 他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出了车祸 现在成植物人了 这以后咱俩可怎么办啊 就是啊 这司机啊也跑了 咱们去了 看咱俩那么多的医药费 是啊 你说这以后的护理费什么的 那都在花钱 这咱们俩以后的生活还过不过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指望我照顾他 那不可能的 我也不想照顾他呀 可是这是我妈 那我们俩要是都不照顾他 这村里的人该怎么看看 谁要笑话谁笑话 这个老太婆也是活该 一个人在农腿呆得好好的 他进城干什么去啊 你说 要是撞就撞死了 现在不死不活的 还要人伺候 说的也是啊 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 要是死了的话 咱们把他这房子一卖 咱把钱拿走了 多好呀 就是 你说咱们从医院把妈拉过来的时候 他怀里可还有个包呢 那包里会不会有什么宝贝啊 你说我想起来了 还真有个包 你再等一下 我去找去 行 万一有什么养养卡什么的 那也可以啊 等会啊 我再在他的房子里翻一翻 看看有没有什么存款 把钱都拿过来 一个老婆子 存钱干什么呀 就就这个包啊 啊对对对 就这个 这什么呀 什么就两件衣服啊 什么都没有 老婆子拿破衣服干什么呀 扶他 这他也没钱 反正只会我照顾他是不可能的 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能想什么办法 哎对了 你不是有个姐吗 叫他照顾他 我给他打过电话了 他说他在国外回不来 还没说两句话呢 把电话就给我挂了 我看 指望他照顾妈 也是不可能的 不行啊 那如果咱们都不照顾妈 别人该怎么说咱们 那不戳咱们的伎俩骨吗 那行 你不是想照顾妈 那你就留下来照顾他吧 咱们俩离婚 离婚 离什么婚啊 杉杉 咱们过得好好的 哪好啊 你妈就是个雷水 反正我不管 我没两个 你二选一 那我肯定选你啊 那不就完了吗 行了行了 那再想想看 有没有别的办法 这样 你先在这坐一会 我进他屋里翻一翻 看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那行赶紧去吧 谁啊 嫂子在家呢 你是谁啊 我是 我 我是个 蓝蓝 王舍的邻居 我听说王舍出车货了 现在在家呢 我来看看 他在屋里躺着呢 你看看吧 婶儿 婶儿 那个嫂子 这医生是怎么说的 医生说啊 他以后就是植物人了 不一定能醒过来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这婶也是可怜 你说这乔子哥去成立这么多年 你俩工作忙也不见到回来 这婶一个人在家 平时也无依无靠的 这今天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 谁知道呀 你说他在农村待着好好的 他非要进城 在进城的路上就出了车祸了 使进城去了 嫂子 那可能 试试我嫂赏你们了 嫂子看看你们 这屋子里都翻面了 就翻了三百块钱 是 哦 来了来了 乔子哥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事 你说这老太国啊 也真够穷的 就三百块钱 都干什么的呀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可是你妈 你怎么能跟他喊他呢 我这样喊他怎么了 你看看他现在什么样子 动也不能动 他不是给我添麻烦吗 他把你养败多不容易啊 现在你结婚娶媳妇了 他也生病了 你不说照顾他 你居然这样嫌弃他 行了吧 你在这说什么风凉话呀 我告诉你 这是我们家的事 就是 你说的那么高哨 你要是愿意照顾他 你照顾他呀 嫂子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你们才是他的妻呢 现在照顾我照顾 算怎么回事啊 那不是你们啊 在这装好人 谁愿笑话去 谁就笑话呗 我们也不怕 不是 那个 删上了 要不啊 咱们两个都不愿意照顾他 把他送到养老院也行啊 养老院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呀 那不行 咱们就把他扔在这 咱们不管了 也是 反正把他扔这 他几天 他自己就自生自灭了 你们两个还有没有良心啊 人心上口吃了吗 怎么了 你在这教育我呢 确实想 他给你亲吗 我妈怎么了 那坏了是你 你也早就受过了 这生了这个事 是没摊到你身上 行 既然你们都不管他 我管行了吧 哎呦 那太好了 那要不这个老大夫就回你了 以后你就照顾他吧 行 以后我把 事跟你们没关系 你说的跟真的一样 行 那我们真走了 这不是婶的衣服吗 对 这是我妈的衣服 你拿走吧 把妈接走 正好我把这房子给卖了 是啊 赶紧拉走 行 我们走 等会 我记得我妈手上还有个金键似的 把它拿下来 来来来来 你们这里干什么呀 这是我妈的东西 我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不管闲事 这是两个白眼狼 我告诉你啊 赶紧拉走 明天我们还会回来的 走吧 婶儿 下面走 婶儿 你到底能不能听见我说话呀 我这个力度还行吗 这都几个月了 这婶儿啊 还是跟之前一样 不过婶儿 你放心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也不管多久 我都不会丢弃你的 嗯 婶儿 你先在这休息一段 我把家伙收拾一下啊 这怎么回事 这纸鸡怎么会掉呢 舌头手动了 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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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蓝蓝 我 你这是在哪呀 你这是在我家 啊 在你家 是啊 舌头 你都不知道 你从出了车祸之后 到现在都好几个月了 你终于醒了 是啊 什么事情 我都想起来了 蓝蓝 谢谢你照顾我 婶儿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 小的时候 你可是对我特别好 这些我都记得呢 现在你出身货了 我照顾你不是应该的吗 蓝蓝 你真好 这些事情你还记着呢 你说那位乔子 他怎么那么没良心呀 这不出事火了 他俩管我都不管 婶儿 你别难过了 就算他不管你 他还有我了吗 蓝蓝 其实 这乔子 为啥子他两个跟你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我真是白疼他没了 没想到 我生费了 还没两个能大了 对我 婶儿 你别难过 您这病刚好 可不能再上街了啊 蓝蓝 这谁呀 有一个东西要给你 给 婶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 蓝蓝 这卡里呀 是我老房子 老房子的拆迁款 你拿着 这里面有六十万 不是婶儿 这是你们家的钱 我不能要 你快收回去 蓝蓝 你怎么不能要呀 这段时间 多亏你照顾我呀 要不是你的话 我早就死了 婶儿 这我照顾你 都是应该的 也是我回谤你的 这是你们家 老房子拆迁的钱 我真的不能用 你还得自己留着养老吗 蓝蓝呀 以后呀 谁就让你给我养老 我看我的儿子呀 我也指望不上 这个钱呀 我给你 那行 我先帮你收着 蓝蓝 你说强子的两口子 怎么那么没良心呀 那天我处车祸 就是给他们去送 充钱款的 没想到 我又变成了职务人 婶儿 你就别难过了 你现在 逼马上就好了 你嫌这事 咱们就不想了 那行 蓝蓝 这一切 多亏你 你就别说了 你别跟我客气了 不过 婶儿 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我给你这个 拆迁款的事情 千万不能让强子制作 行 我知道了 婶儿 我们这刚病好 你呀 也别说那么多话 啊 乔子 你还在这玩手机啊 怎么了 你听说没有 那个 你妈 她醒了 她醒了 是啊 你知道你妈为什么出车祸吧 就是因为啊 她来城里 给咱们送拆迁款的 现在她醒了 把拆迁款都给那个兰蓝了 你说什么 拆迁款 都给兰蓝了 凭什么呀 还凭什么 人家兰蓝把你妈照顾醒了 你说说你 你自己的亲妈都不照顾 你什么人啊你 斗手的钱就飞了 我看 咱们俩别人过了 离会吧 哎 杉杉 你说说啊 我就不爱听了 是我不照顾吗 是你不让我照顾的呀 行了 你别把这话 都往我身上来 那都是你做的 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要 你不是个人 行了 咱们俩明天就离会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换里换乱 我都不是个人了